原來我們臉怎麼這樣子 我膠原蛋白都流失掉了啦 膠原蛋白瘾 膠原蛋白粉 膠原蛋白怎麼這麼多 蔡醫師可不可以教教我怎麼吃 膠原蛋白的補充其實有以下的這五點 第一個呢就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蔡晨玲 蔡醫師 膠原蛋白呢 它其實是我們人體蛋白質裡面 蠻重要的一個成分 約在我們人體蛋白質的 25%到30%左右 那它是一個解控性的蛋白 它負責我們身體蠻多 需要公用的組成 它廣泛存在於我們人體的 皮膚 骨骼 關節 肌肉 血管 跟結底組織 那它有蠻多重要的功用 有以下的四個 第一個是它會 維持我們人體結構的支持 第二個它是保持我們皮膠的健康 因為膠原蛋白在我們的皮膚組成之中 它就像是一個保護網一樣 幫我們把我們的皮膚給建立起來 提升我們皮膚的它那個 端彈的豐潤感 第三個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傷口的修復 第四個呢 它可以維護我們關節的健康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們膠原蛋白其實 它的合成就會逐漸的流失 所以它對於我們皮膚的鬆弛 或是關節的疏鬆 老化 其實都會造成一些健康上面的問題 多補充我們膠原蛋白 其實對於我們來講 美白或是健康都是非常的有幫助的 膠原蛋白的補充 其實有以下的這五點 第一個呢 就是膠原蛋白補充 記得選購它的分子量是比較小的 因為其實膠原蛋白是一個分子量蠻大的東西 但是太大的東西 其實人體是沒有辦法吸收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吸收 吸收精度的成分比較多的話 會建議大家要選購膠原蛋白 它的分子量是要比較小 是人體可以吸收的範圍 第二個的話是建議大家 我們喝的時間 其實在睡前喝的時候 這個效果是最好 如果要喝的話 我通常會建議大家睡前 或者是你晚餐飯後 睡前一兩個小時的時候喝 那這樣子效果會比較好的 第三個 會建議搭配維生素C 因為其實有蠻多研究的證實是 膠原蛋白搭配維生素C的話 對於我們美白養顏的功效 會再更好哦 第四個呢 就是要確保說 除了在補充膠原蛋白以外 我們平常日常生活水分 攝取有沒有足夠 其實多攝取水分的話 對我們來說 就是美白代謝的效果會再更好哦 所以即使我們有另外再搭配膠原蛋白了 但是大家記得水分的攝取 還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一個呢 就是建議大家如果選擇的時候 一定要找值得信賴的品牌 然後要看說這個品牌 它有沒有符合衛生的標準 最重要的是 大家在服用之前 記得一定要多諮詢 醫師或營養師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 跟身體的健康都不太一樣 一定要適合自己的身體健康 情況之下才可以服用哦 大家應該都很常聽過 膠原蛋白就是25歲就會開始流失 其實在20歲到30歲左右 就可以開始補充膠原蛋白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的膠原蛋白 就會開始往下走了 趁還沒有流失很多的時候 就先補充起來 針對30歲以上的人 我會建議 因為這個時候 大家開始會出現一些 皺紋啊 皮膚的衰老的現象 或者是一些骨質 就會開始有流失 比較不健康 這時候就會建議說 可能要攝取比較多 符合自己的劑量 或者是使用時間 就要再更拉長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哦